好 先放在議面 嗯嗯嗯嗯嗯 最好笑的是每次 講到這些制裁 聯合聲明去反駁美國佬制裁的時候 他又揭開肚皮給別人看 香港現在多好啊 亞之亞洲做什麼 所謂什麼香港多好啊 現在國安法實施以來 迅速平亂啊 柔亂及治啊 香港社會回復穩定啊 回復安定生活回復正常啊 不就是生活回復正常 現在個個在恐懼之下生活 這叫回復正常 回復他們的正常 回復你的正常 什麼經濟活動重拾正軌啊 這個真是好笑的 你不講這句油志可 你不需要講這些說話的 是嗎 你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國安法 你又我都可以油 不行嗎 你不需要講什麼經濟活動重拾正軌啊 你說這些話 你只會被人恥笑 坦白說 什麼叫經濟活動重拾正軌啊 我現在看到 你今年 那個經濟增長 預測呢 一年改了三次了 你老母 對上一次是八月的時候 你不知那個經濟增長是怎樣調整呢 那時候呢 就是他那個叫做經濟顧問 梁永勝 就原本呢 就原本呢 就由那個什麼 今年年初的時候 香港經濟增長 是4至5 那時候 是4至5% 到八月的時候 是吧 他又不知是去到五月福檢 五月 不是 他原本五月福檢的時候 其實年初都還有一個 五月福檢 過了一次 3.5至5.5 接著八月的時候 就變成4至5 就是想著去不到5.5 最多都是去到5 那好了 現在去到多少呢 他八月的時候 就修訂為4%至5% 就是最多都是去到5 現在呢 最新的增長 你知道多少 多少 最新的增長呢 就說 多過3 多過3就達標了 喂 少了一隻 由最少4% 現在就說多過3 這樣就合格了 這樣也很厲害 但是 你知道 香港政府計錯數這件事 就是常態來的 一年改三次的經濟增長 你都很離譜的 但要明白一件事 香港政府經常計錯數 所以說計錯數是什麼呢 就是 實際 很多時候 香港政府年尾 或者是明年 果農曆新年之後 很多時候過農曆新年之後 才有個財政預算案 因為 財政預算案 才公佈過實數 再次之前 他永遠都說 今年 大家只有100元開飯 大家記住要省一點 各個部門 大家一起要緊縮 然後 過了農曆新年 大家鬥完理事之後 才發現 原來我們不是賺了100元 賺了300元 我們可以買雞給大家吃 以往是這樣的 但今時今日 即是 今時今日 那個環境反而不是這樣的 你不要跟我說回復正常 經濟回復正常 你就自己說出來 就找自己笨拆 所謂叫做大話怕計數 是吧 講經濟 就看數據 是吧 你經濟可以不看數據 好像一個二個 好像昨天湯文亮 說七人車嗎 真是 七人車 七人車 就一定是家族辦公室 你不知道多少七人車 現在是那些什麼餐車 現在連香港黑社會都搞不定 我們就說夠了 那個什麼位 菇爺位 被人抄了牛肉桿 幾個水 發生難斬 你看到黑社會都搞不定 我們以前都說 香港風光的時候 黑社會 就算那個不是事實 我們看電影 我們看一些古惑仔 林坤 當時 幾招職 拿一塊一千元錢出來 放在擋風玻璃那裏 對著警察說 你喜歡一分鐘一張又可以 兩分鐘一張又可以 你給我抄完才走 男朋友 警察 這樣的 多麼義氣風法 這些才是大哥 這些人是正常的 我們所理解的 香港的正常 就應該是這樣的 那個時候 剛剛好 古惑仔之前的一年 就是96年拍的 現在是怎麼樣 連古惑仔都搞不定 因為那幾塊水 三塊幾歲而已 牛肉肝 這樣就發難閘了 然後 你跟2018年比較 現在儲備少了多少錢呢 那時候是11700億 現在才是多少錢 6千多億 什麼叫回復正常 那時候沒有國安法 為什麼錢多這麼多 為什麼會這樣 香港是被視為 中國對外的窗口 所有的錢都要經過香港 現在 今年的財政赤字 到頭六個月 不算你那些什麼賣債 那些不是收入 你做給利息 今年的赤字 頭六個月 二千二百四十三億 多麼可怕 是不是正常 你告訴我 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 什麼叫回復正常 喂 不應該說就不要說 2003年 那時候也有赤字 五百多億 沒有你現在這麼誇張 半年而已 二千二百多億 賣地又賣不去 2003年的時候 賣地又沒有那麼糟糕 直接不賣 因為這個股市不行 你那時候 有所謂抵氣不賣 終究最後 你也要相信 會回復正常 但是去年同期的時候 大家都幻想 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重開邊境 所有事情 復工復產的時候 就叫回復正常 好了 一年過去了 不用再盼望 是不是 我現在前面還有什麼 梅子樹在這裡 可以讓我看梅子樹 沒有了 是不是 現在 一個二個地產商 最先就是施永青 跟著之後 那些盲目的 就是盲目樂觀的地產商 包括梁粉 誰 現在都說 陳啟宗 那些 以下不用指的地產商 是可以有暴力的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正常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不正常 然後你跟我說 回復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話 是不正常 是不正常 人家才掩蓋你 你自己都說這些 負資產 是由上一季 五百多宗 一旦就彈到一萬一千宗 你跟我說回復正常 什麼叫回復正常 回復正常 會不會一間學校 走了八個老師 包著校長 來到英國吃臘腸 你說的財赤 施永青也很害怕 施永青她昨天才出了一篇文 叫做政府如何面對不斷出現的財赤 她的預測是這樣 特區政府知道自己民望不行 一定不敢用銷售稅 因此最有可能出現的就是 會對商界和富裕人士開刀 嗯 你說什麼回復正常 又還有一件不正常 就是你現在 沒有一屆政府的區議會 好像現在你朝野上下 九十個野元 大家都在雜思廣益 在想想怎樣去逼選票 逼投票率 以前不會花這些時間 用什麼投票率 就是在她的角度來說 我打電話動員的人去做的 嘩 多糟糕啊 原來今天 我們見到今天沒什麼新聞 是這件事 是真的小死人的 原來 很多票站是學校 你知道 由上屆開始 2019年區議會選舉開始 你投票之一 不是 他又借了很多學校 做那些票站 其實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的 我讀書的時候已經是 我們出生到現在都是這樣玩 不知道為什麼 上一屆 就是因為借了學校做票站 之後第二天 又要還原分 其實只是搬桌搬椅而已 又不用很大工程 又要裝修過整間學校 不用了 19年大家都經歷過 玩到十點之後 關了票站 數完票 凌晨兩點 公佈結果 公佈不到 要重新再點 玩到六點之前 其實大家都已經完整個選舉了 有什麼不行呢 就把所有的東西 拿回灣仔 慢慢談 然後就要還原 九點之前 開學之前 一定做到的事 上一屆 即是四年前 2019年底 11月的投票率 因為去到七十幾% 很多票站 都要排長龍 排到十一二點 我就記得 現在水泉澳區 即是上去四泉澳區 真的去到十二點才 就是折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排隊 沙田那一集都是這樣 所以 你就真的說 你真的要花點時間去恢復 但是今年有多少 你現在有關方面 即是說中聯辦 定出來的底線就是30% 但是 今天我看余錦然說 他們內部的估計 建制派那些 都覺得非常之難樂觀 那現在呢 就想起一些糞便去估票 這個呢 就是動員的第二隻手 你現在看到政府 即是動員去反制裁 第二 就是動員去谷投票 谷投票這件事 就說 找一些區議員 不是不是 他現在就找那些什麼 那些公務員 公務員事務局呢 昨天就說 什麼收到那些信 又說要去上 國安課有絕密片看 那現在呢 又說收到信 就說 就叫你們 要呼籲你投票 那天呢 就盡早投票 你們要實踐公民責任 責無旁貸 你做公務員系 宣國誓的話 就 那天呢 就盡早投票 不要這麼難看 建議各個部門 就要求同事 要屬於新選制之下的選舉 滑街 是 候選人政綱 票站位置的資料 喂 怎麼現在才來惡保政綱 這麼搞笑 一向呢 政綱呢 就是什麼選舉論壇 我們知道的 現在有沒有選舉論壇 以前區議會都沒有選舉論壇 有的 都有的 好少 即是這樣說 因為那時候講的四百多席 不是每個區都做的 不是每個區都做的 但是那些搶眼區 應該是會有的 是吧 即是2019年的時候 那些什麼港台 那些更加不敢教 幫你助言 那時候是怕你的投票率太熱 就說還要呼籲你十七萬公務員 就說那天呢 就是提醒那些身邊的親友 還有街坊 擁約投票 那這些我又不知怎樣去提醒 這些呢 你很難定 要是你定KPI 公務員 你在你的街坊群組 你的Whatsapp group裡面 然後就說 喂 好投票了 即是快點投票 你要是呢 是不是有東西派 那就很麻煩了 曾國偉就是要盯緊他下面的 所有人的Whatsapp 一定要提醒那些街坊 group 那些家人 group 然後叫他remind別人投票 如果我見不到的話呢 就是做得 現在你做公務員 都是神真鬼嚴 看到你養衛 你有叫我投票嗎 喂 走開一點 屌你老母 不是最慘 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那些公務員 那些公務員 就是公務員 拍片去鼓勵同事行使公民權利 公務員 你現在收到這個 真的很好笑 你明白嗎 那門事務局叫我 拍片去鼓勵 或是坐在隔壁的同事 去投票 拍什麼那些片 既然那個人 是跟你同一部門的 拍肩膊 拍什麼片 不是我們知道的 是做那個人知道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 但是他們仍然要做 不是做給我們看 就是為做而做 如果不是 鄭雁雄會打人 打得幾多個 17萬 那些什麼 真的不是說笑 余錦媛又收到風 建議各部門拍片鼓勵同事 就是同事鼓勵同事 我鼓勵完 你去投票吧 你鼓勵完 我又鼓勵你了 你又去投票 好嗎 好啊 那我們一起去投票 但是反過來 一件事 以前中聯辦是怎樣做 一向都說 中聯辦全香港所有屋苑 都有一個單位做物業 然後用那個單位 就連結在那裡的中資高層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笑 拍片鼓勵同事 你應該是拍肩膊 你又叫做拍片 這些是不是屎乎鬼 這些是不是屎乎 你現在是 訪校保安局 訪校保安局 在2021年 因為立法會選舉那次 拍你的宣傳片 什麼東西 無論雞腿還是西多 千萬不要想那麼多 那次已經失敗了 如果你說的話 你現在看到政府 鼓勵這條片 這條片 拍完之後 自有感覺良好 只有五個分享 唐唐政府才有143個人讚 今天慶祝我生日快樂 那些比他幾倍還多 你是不是好笑 你政府 整個檢舉口號出來 你以為你成功了 那次就失敗了 失敗了還要學 是呀 就是這樣 你現在政府 就是不講理性的 是沒有工具理性 至少工具理性都好 公務員 為什麼以前被人覺得很文明 還有很有效 就是因為失敗了的事情 不會再做第二次 你既然上次失敗了 更多禮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鄧炳強 他那麼兇 他覺得自己很有型 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他拍完片 會笑 是不是 現在是說共產黨 抓住你的手做事 真是不得了 幾招 又說什麼 現在政府不敢怠慢 其實就是這樣說 曾國美娟 鄧炳強 他們都在那些 出賣一些go post 叫人去投票 就是啦 政府不敢怠慢 所以樂力宣傳 除了橫壓 橫壓 什麼橫壓 1210 投票最型 這些就是你不要提 所以你不提 所以樂力宣傳 你說傳統方式 傳統都沒有你那麼差 真是 比傳統還差 這些是趕壓票 你說有型 鄧炳強跟你說有型 你就千萬不要做 他那麼差 跟你說有型 是吧 他的品味很有問題 出名 真是好笑 然後又說什麼 破天荒搞 驅選夜奔分 成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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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書讀書 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 就不代表你做到事情 兩樣東西來的 但是你現在的政府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些是不合理的 但是不合理都要做 為什麼呢 因為 那個阿鼎 那個有關方面 就是鄭彥雄 這些村官鄉官來的 就是那些水平那些level 為什麼會搞驅選夜奔分 為什麼會有香港夜奔分 為什麼會有香港理好 那些奔分 一個奔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香港很悲哀 是低能管治 是一班低能的人 一班 就是taste level 很cheap的人 去管治一班 本來是精英的人 這就是香港的墮落 中國傳統一向都是這樣說 外行管內行 因為外行的人 是政治任命回來的 他們做的事情 就一定是對大老闆忠誠 關少良說得對 最好的方法 一於叫董建華出來呼籲人投票 是啊 董建華都誕起身 如果連董建華都起身投票 董建華都可以公開在當日投票的話 那你不能不去投票 死亂了 都被共產黨叫上來 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李克強都鼓勵你投票 那你應該去投票吧 如果你的WhatsApp無緣無緣無故出現 李克強叫你投票 李克強訪廣 就叫你投票 兩年之後你可以的 掛Banner 習主席所說 李克強死了 那怎麼辦 化悲憤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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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撐習近平 撐習近平 那怎麼辦 那就要投票了 化悲憤為力量 李克強告訴你 就是他在棺材彈起來 化悲憤為力量 就是要投票過三成 都是過三成的 你說多麼卑微 剛才種種跡象顯示 什麼東西由志及興 這是不是正常 正常就不用那麼惆怅 是不是 空談正常 難掩香港好惆怅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香港了 你們這些人 犯什麼東西制裁 跟別人說 香港已經很正常 香港有你們這些狗官 就已經很不正常了 唉 還說什麼 驅選 夜繽紛 然後驅選 Halloween 三成 講到最後 為什麼要三成的原因 就是因為 2021年的那個選舉 剛剛好 去到三十點二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就是如果 三十點二都沒有的話 你不能再衰過這件事 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你現在在網上 你不是搬籠門 最厲害的就是搬籠門 就是你現在 他為了供選票 啊 又說 在北區裏面 弄兩間學校出來 是給一些邊境 就是那些 新香港人 長居大陸的人 就下來投票 這樣說 這個是好笑 原來他有名額的 鄰近邊境的投票站 他有名額的 敵展 直接想到網上投票 大問 在大陸裏面的人 如果想入政制事務局 沒有所謂 你現在 你都不知醜的 有什麼所謂 你給14億人投票 也可以的 香港最後區議會選舉 一千萬人投票 都可以的 沒問題 只要你現在 隻手遮天 玩了 是吧 有什麼所謂 你剛才 那些什麼 反制裁 那些人 都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 成三 都有了 那四十幾萬 裡面 有多少 實際上 不存在的人 我們不知道 怎麼知道 都沒有的 沒有他的叮噹 比法輪功 我們起碼見到 叮噹大紅退黨 你現在真的非常之好笑 現在是 他說什麼呢 曾國偉 現在又說什麼 又出這一招 什麼 邊境投票站 那邊境投票站之餘 然後有些人 擔心 邊境投票站都不行 是吧 那些或者哪些 鄧 那個鄧 他們說 鄧家錶 就是說 我擔心你 你現在不夠宣傳 你可以有效一點 宣傳 因為 現在所謂的邊境投票站 其實是要事先登記的 他說要登記 登記的話 現在你不說登記 那些人登記怎麼辦 問題就在這裏 他一定有quota 38,000個 Dunba加標就說不行 不如加多一點 一方面他又說加多一點 一方面又說那些人太多 又怕那些人太多 就會搞到很混亂 這麼奇怪 其實你知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所謂邊境投票站 其實你本身 每一個在長居大陸的人來說 都有你自己所屬的選區 18區 再打散一圍 現在是不是4幾多區 現在砌下來 都是400多區 不是 88席哪有啊 那你就是88區 不是 每區兩個 那就是40區 差不多了 那就是說 現在這個邊境投票站裏面 你可以投的是四十幾區 三萬八千個 是投入全港性 這個問題就是 你怎樣監票才行 以前 我們每一個票站 為什麼會有公信力透明 你會有他自己本身 你民主陣營 也好建制陣營 兩方面都有人監票 你在一個邊境投票站裏面 真的是 踢車的錢是不是你的錢 投完票之後請吃飯 現在有沒有這麼多這些錢 你忘記了嗎 我們那時候幫阿昌助選 我們投票日 我們都見識過 真的一步一步旅遊車 下來 那些不淡廣東話的人 哎呀 不口意思啊 票真的真的 靠這些 17萬公務員 全部投了 然後呢 起碼2.5個 乘2.5 你成為家屬的話 嗯 起碼兩夫婦 那半個兒子 不知道會不會投 他不會投的 其實是 應該誠意 喂 不行啊 這樣讀數法34 貼票就是34 然後呢 計算那些什麼 建制派那些 是嗎 建制派有多少人 其實現在我覺得 沒有蛇齋餅種 就不太願意投的 其實是 理論上呢 以往 這個區議會選舉 是不是160萬左右 差不多 那你當是 當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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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有 起碼六七十萬 六七十萬 加起來就是 一百萬 一百萬 就是貼票了 然後你民主派全部 不投 不用開玩笑 一定不會投 一定不會投 投你 怎麼投 很簡單 因為 過往就是六四比 是六成的 這些選民 就是一定不會投 一定是 既然有六成人 不投 的話 就是過往 正常時期 大概五成 五成的投票率 區議會大 上年就是70% 但是呢 今年建制派 就是你沒有了競爭性選舉 你又不會玩蛇齋餅種 然後不斷出賣選民 那你加起來呢 我就覺得 其實你三成是很激烈的 即使你現在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是一個算術來的 我當你去盡六成的投票率 過往 投票率就是六成 六成裏面 四成是建制派 即是幾成 四成是建制派 一定是不夠三成的 一定是 不夠三成的 你只要民主派的選民杯葛 你一定是沒有三成的 無論你怎樣催谷自己有都好 你夾某些人回來 只要你民主派一票不投 那他們那些人呢 就會很難養衰 招頭難押 是吧 我們這個check room 每個人都已經在說 已經在說這件事了 哈哈 沒有啊 那天我寧願上深圳玩 我寧願吃完 受周期表 是啊 現在有些人呢 就說 譬如他現在 阿珍國偉呢 就在研究中 他現在為了谷票 這些也是自己欺騙自己的 他就說 哎呀 即是上一屆開始 這個投票之後那天 那些學校放假 那他就怕呢 那些家長 他又請了一天假 自製長假 那變了三天他自己去了旅行 那人就不回來投票 那所以說呢 原本禮拜一 投票日逢日 就是放假的 那現在是不是都搞些 什麼課外活動出來呢 就填失你的空間 就不讓你有有恩 去請假 這樣說 哇 你說多麼屁股鬼啊 你說 即是原本那天有假放假 為了谷投票 就要你是不是都要回來學校 這麼扑街呢 喂 你不是想這些數字 再說 都是那個問題 民主派投不投票 只要你民主派一票不投 你那些傻子就焦頭爛爛 但是你講了這麼久 民主派一票不投 根本一個問題就是 民主派一個都入不了賊 是啊 說什麼 所以最後 其實就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惡果 是不是 你現在你自己製造出來的惡果之後 你想著 想完你的縮數 想到屎乎巧 啊 又說不讓人放假 不讓人自製長假 關什麼事呢 你不會因為這樣 你剝奪了那些人一家 然後我突然間想投票回 你懲罰我 我反而喜歡投票 有沒有那麼糟糕啊 啊 還有有投票的社會 你是預料有人會不投票的 不投 當日不投票有很多的理由 嗯 好說不好聽 你說自製 自製長假 沒有問題的 喂 兒子不喜歡參加 你任何的貨活動 我回去下棋 傻子了嗎 啊 那我去日本抓不好 你整班人都是小丑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些國安顏細胞 就是做這些事情 嗯 就是屁股軌道這樣 就是 正經事就做不到 好